大家好啊,我是老近,今天是2020年的6月14号,今天两周前,也是周末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普通话之乡,也就是那个河北省成德市鸾平县金沟屯村,城市中的普通话标准语音采集地。 我去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看到,看起来就是个很普通的村子,然后我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了问那个餐厅服务员,就在那个金沟屯村有没有什么展示普通话之乡特色的东西,当然他跟我说没有了,就是服务员跟我说就是,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季节里有那个,就是稻田,他们有稻田,稻田里有那个弄的卡通画,弄的有什么孙悟空大战哪吒之类的,本以为还会有什么那个普通话历史博物馆之类的, 结果我什么也没看见,然后不光是在那个金沟屯村,就是即使那个轮平县的那县城的博物馆里面也是不开,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不过在整个轮平县境内的话,你基本上到哪都能看见那种就是普通话之乡,说套普通话做文明轮平人的这种标语挺多的。 简单的说就是,普通话就是可以说整个轮平县,或者再往上一层,就是整个成德式的这个方言加强化的,那我就正好借机会说一下这个普通话的这些事。 我自己作为一个北京人,当然也基本上是以普通话作为方言的这么个地方,虽然从小也会感觉说北京人的这个口音里面,而话音特别的多,听起来比一般意义的那个普通话,感觉就特别的口语。 但毕竟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老师讲那个普通话定义都这么教的嘛,说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语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通用语。 那我在小的时候,自然就是非常理所当然,就把北京话等同于普通话了。 我相信很多那个北京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实际上情况确实不是这么回事。 咱们都知道那个自从2000年前,是吧,那个秦书皇一统天下之后,就是对统一这件事,比如说文字统一,杜兰衡统一之类的内容,就是一个一直不变的这么一个问题吧。 但是关于语音这个东西统一,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那古代又没有录音机,受险于当时的这个生产力,各地之间语言不通的话也不是很影响,因为当时的统治范围其实 比想象的要小,所以基本上文字统一就可以了,能传达政令就可以了,语音的话就不强求了。 所以说这个口语的统一,可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晚近,非常现代的事。 当然从古至今的话,因为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大一统王朝,那大一统王朝在中央政府的层面,各朝各代也都有自己这个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 比如说这个秦汉的雅园,唐宋的这个窃运广运这个规定的这种发音体系,还有像说元代,元代有这个中原音韵这么一个系统,还有所明代的这个官话。 所以基本上各朝各代吧,上层社会都能交流,你要是做官的话,都应该能说一个统一的语音,交流倒不是问题。 基本上统治者的这个政令也能够上传下达,但是普通民众的语音可能就比较难统一了。 那像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就关于中国古代人这个语音语言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其实是不太注意这方面的记录,到咱们课本上有一个名人,就是那个明朝来中国那个天主教会耶稣会的神父利把豆,他那明朝的时候写信,就给在他欧洲的同事就这么说, 我说那个中国十五省,当时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这是利马豆写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能听到像这个昆曲啊,昆曲基本上就是以明朝的官话,大概就是类似于南京话吧,那么个发音唱出来的,当时各地的读书人应该都听得懂,你反正你按照郭德康说法,说昆曲里面啊,是吧,一句话好多个典故,就是你听的感觉就是读书人的味道是非常浓厚的,显得特别的有文化,这么一个语言。 那上面的这种操作一直可以说延续到明朝,明朝的官话在各地的读书人中间还是比较流行,当然它一方面是因为学了能做官嘛,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就这种发音被当时人认为这是比较文雅,但到了清朝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了,咱们都知道说这个清朝皇帝是满族人,那满族人说的汉语就是基本就是咱们现在普通话这种发音了,尤其到了就是清朝这个雍正皇帝的时候, 皇上他还想把这种满族,用听贵族的这种汉语补救到全国,这件事其实在那个清朝,其实有一本书叫做《魁寺存稿》,有这么一条记载,说这个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安官话,着地方官员殉岛,亭臣亦以八年为宪,举人声援,拱建生不安官话者不准送世。 看起来就是好多人现在说这个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这个印象,其实打从那个雍正皇上那会儿就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就当时在下令全国各地办这个正音书院,虽然咱们都知道这个雍正皇上特别讲权威啊,说伊伯尔就是非常的集权的这么个皇上, 但是呢,就他在这个让广东人说普通话这事上,他还是失败了,失败理由很多了,就像师资啊,教材啊,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北京话里面没有入生字这么个问题,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南方的这个读书人所嫌弃吧,可以说。 普及一下关于入生字的问题,就是咱们小时候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多少都会提到说这个古汉语的声调有四种,分别是这个平赏去入,就是平生赏生,去生入生。 而咱们这个现代汉语呢,也有四生,就是一二三四生吧,一生平,二生羊,三生拐弯,四生降,妈妈妈妈,这个咱们都都很熟了,从小学一年级都学过。 然后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一二三四生和古代的这个平赏去入,它是有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一生二生都是平生, 其中一生是阴平,二生叫阳平,就是妈妈是平生,其中妈是阴平,麻是阳平,然后三生就是赏生,麻。 四生就是去生,麻,它迷算,有两个平生,但是又缺了入生。 你看这个没分阴阳的话就还能忍了,但是这个彻底的这个入生没有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多古诗听起来好像是不太押韵了, 就念的不是以前的韵脚了,那到底什么是入生呢? 你按照这个学者定义,就是入生是短而急促,拥有破特科三种俯音韵伟的声调。 那我这么说肯定也说不太明白了,尤其是这个像我一样的这个北方人可能不太清楚。 那我就拿一个那个B站上一首那个闽南语吟唱的这个《枪尽酒》来举个例子,就这个。 就这么一个,你看这个,这个,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背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其中这个不,你刚才这个念成不,白,念成不,然后那个发,白发的发,变成花,然后雪,念成碎,大概是这样,反正这个几个字就是入生, 入生的发音,它就是那个你听我刚才念,大概是比较短促的。 当然我念的是非常不标准了,就是这个,这个,大家去去B站搜一下那个《枪尽酒》加闽南语,你能找到,你听听看看那个感觉,反正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吧。 像这个,入生调在这个南方的方言里面,普遍存在,像民语,粤语,是吧,无语,客家话都有,就是,时至今日,就是南方这些方言对入生字保留,普遍的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北方话里面,尤其是北京话,但是东北话都一样了,就是,非常,比,缺失的比较严重了。 因为北京话的这个,因缘不全,缺乏入生的这个缺陷,那对于相当多的汉族读书人,尤其是南方的当时的汉族读书人来说,用这个北京话来念书这件事上,那相当程度是拒绝的。 那这个不爽,在大清皇帝还在的时候,当然也不敢表现太明显,皇帝还在呢,皇帝说的这个话你不能拒绝,但是后来到了1912年,是吧,大清亡了,民国建立了,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那为了统一人心吧,当然也是当时民国需要一种国语,就跟日本一样嘛,跟日本语,就日本的国语,当时民国也是需要一种国语,就是,于是就出了一种所谓的老国音,这么一个。 所谓老国音,其实是一种就是基于清朝的那个北京的读书人的发音,这所谓叫做文读,加上入声字的这种尝试,就是像一声二声三声四声都还是有的,就是这个音频杨频赏声去声,都是按照这个北京读书人的发音标准。 但是如果是碰到需要念入声的地方,就可以采用南京话的发音,或者是至少把这个入声字按照比较短促的四声念出来,反正就是四个音调,现在变五个音调了。 你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就是海纳百川有荣乃大,咱们这个现代汉语这么念,但是按照老国音的念法就是海纳百川有荣乃大。 其中这个纳和百,它就是入声字,而这个荣要念成荣,这个荣念成荣,这个就是清朝读书人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叫做读书音,或者是上口字。 除了这个像这个上口字,除了荣念成荣之外,还有你比如说,尖谦仙,要念成尖谦仙,然后歌科科,要念成锅,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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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至今日吧,就这种老国音基本上在一些像京剧,或者是曲艺里面,还是有所保留的。 有时候那个你听像声也能听着,就是有时候捧跟斗跟的,用这种上口字,然后表现出一种有点矫情那种感觉。 因为老国音嘛,终究是个人工拼凑出来的语言,而且还是基于这种读书人的偏执,尤其是南方的读书人植入于他们特有的一些发音声调,而产生的一些偏执,在这个基础上,拼凑出来这么一个语言。 又加上当时的北洋政府基本上处在分裂状态,所以老国音最后推广也就不了了之,尤其是后来到了1920年代,就是五四运动之后,那个年代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可以说是古典的吧,这种中华文化越来越看越不爽。 当时其实一度都想废掉汉字了,就是改成彻底都用拼音,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下,你想那些古代传统的,尤其是南方的读书人的这种偏执,自然也就没有市场了。 于是这个老国音也被所谓的新国音取代,就是一切从简了,彻底采用了就是北京当时城里人的这个口语,这个就是所谓的白读。 相对于文度来说这个叫白读,来定义这个新国音的发音规则。 这个新国音到现在实际上就是现在在台湾地区还冲行那种所谓的国语,关于这段就是新老国音之争,当时现在我现在看着这些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不少的留言,就是说这个比如有一个我听的特别多的,就是说这个民国刚建立的时候为了选择官方语言,然后广东籍的议员和北方的议员互不相让, 然后粤语和北京话这个投票票数都一样,然后关键时刻,这个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对广东籍的议员小之一行,动之一礼,然后最终给了北京话投一票,才避免了更大范围的语言之争,这个这是一个彻举彻尾的胡说八道,没有这种事啊,这其实就是从这个老北精英和新北精英这个世代交替演变成来的一个段子,在这个段子里面变成了粤语跟普通话的竞争了。 反正感觉编辑这种谣言的人也挺有意思的,最终吧,不管是老国音还是新国音,无论是这个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他都没有能力把一个真正的通用的语音推广到全国。 那最终国语真正的普及,那还得说是这个1946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事儿,1956年2月6号,国务院定义普通话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发出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直到今天,当我们操着这个不管是标准或者不标准的普通话吧,你行走在全国各地,你都不会有各种语言,不会有这种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了。 你不会像印度那样,你拍个电影,发到全国,你还得翻译成是一种语言,是吧,想想都比较尴尬,是吧。 最后再回应一下开头的问题,既然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那为什么反而是承德是鸾平县是作为普通话的语音采集地标准音呢? 其实这事说起来简单,你想清朝,之前咱们老说这个,清朝可以算有两个首都吧,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承德,那皇上带着是吧,八戚子弟,大堆是花花人,定期不定期地在北京跟承德之间移动,那随着清朝灭亡,当时北京的口音就慢慢地被北京的南城,包括廊坊,保定这些南边的地方,就影响了。 那承德一样,承德也会被那个东北口音带偏,那剩下鸾平的地方是吧,四边全是山,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陆路交通也不方便,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受到外界的影响也比较小,所以就成了这个最纯正的这个普通话的孤岛,也仅此而已吧。 以上就是我最近了解的一些就是关于普通话的历史信息吧,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听我分享,拜拜。